有好吃的夜市囉 有沒有 開餐很厲害喔 東門觀光夜市 台灣的夜市很多美食嘛 對不對 我們都來很久了啊 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夜市 跟喜歡的美食呢 第一次去的夜市就是世代夜市 滷味啊 滷味 豆花啊 豆花 就是簡單的這種東西還滿喜歡的 那你呢 其實我喜歡那種 可能你不會猜到啊 其實我喜歡珠色糕啊 珠色糕啊 阿賴是真的 臭豆腐 阿賴是真的 臭豆腐 你敢吃臭豆腐 超喜歡炸的臭豆腐 真的超級滷味 你真的是假老外 對假老外 我知道好好吃夜市 但是今天我們要吃的地方呢 我要帶你們吃一個 你們沒吃過的 夜市小吃白白走 總是會碰出 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吃法 餵在天橋下的東門夜市 隱藏許多在地人喜愛的夜市小吃 尤其這一位 結合傳統及創新 可說是新型態的小吃 也一定會顛覆大家 對傳統蔥抓餅的吃法 不信 那就來一探究竟吧 兩位女客 我們要不要回去哪裡啊 我們已經要到了 就是前面這一家 你看有沒有很可愛 很日本語的 你真的跟我一樣啊 我餓 我餓了對不對 好可愛 你們猜猜看這個是要吃什麼 這種店 這種攤子 看起來是賣那種 Sushi類的東西啊 不是... 這是蔥抓餅 抓餅 你看... 好吃喔 好吃喔 我吃過啊 拜託 我告訴你 口味你們一定沒吃過 剝皮絲雞 剝皮辣椒 絲雞 沒吃過吧 而且不只這樣 它的做法就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會吧 不是要... 我們要烤肉嗎 還是是蔥抓餅 怎麼會用烤的 老闆來介紹一下 對 不是用烤的蔥抓餅 用烤的 對... 不是用油煎的 這樣會更脆嗎 對 外酥內軟 不是起來不一樣 好有趣喔 帥哥啊 你哪裡想到這個做法 因為喬的東西我真的想不出來 很有創意啊 這是之前... 之前上一家公司 給我的一個靈感 真的喔 對... 因為我知道你一件是鼓手 這個... 對... 對 他要跑到剪皮了 對... 不簡單耶 對啊 破了... 這個有點像是那個 各位的 我看一下... 你試試看 你會贏在家啦 來啊 不是 我好高興 少掉了啦 沒有 對 為什麼他們要再盤 要往上 那個網子要一起往上 對... 蔥抓餅很像 誰真的啊 我想吃一個蔥抓餅 來一個 我還要吃一個蔥抓餅 阿龍不愧是嘻哈歌手 連做個蔥抓餅都能即興創作 但這蔥抓餅的做法 還真是與眾不同 老闆利用傳統木炭烤爐 來進行製作 主打低油低鹽 反而多了一份木香味 是值得品嘗的全新吃法 也讓夜市小吃變得更有質感 大家來到宜蘭 可以來嘗嘗這全新的吃法 絕對讓你耳目一新 我跟你講 我咬了一口 我其實只先咬到它的皮 還沒有咬到它的料 我就嚇到 因為它的皮 就像老闆剛剛講的 外內很酥脆 但是重點是 因為一般蔥抓餅 它會打碼 會讓兩個板子這樣把它打鬆 然後我就一直很懷疑 不打鬆的話 會不會吃起來怪怪的 我要告訴你 它中間這裡咬下去 有一點Q度 對啊 有一點點像 呱吉的感覺 好 我這裡有的是那個 剝皮 剝皮辣椒 Oh my God 而且你知道嗎 溫起來 有點讓我想到 墨西哥的一個鮮餅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一點辣味 你知道嗎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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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其實價格也很親民 據我了解 我們吃到現在還沒吃完嗎 很大一點 滿大的喔 而且其實料也是很實戰厚的 但是這樣子一個 才50塊平板耶 超級划算 50塊這個 然後的重點是 你在這裡怎麼挑這個牙腸呢 好香 這樣是我們自己每天做的 每天 每天做的 每天自己做的 不是 人家要買喔 這是不是鮮餅 自己挑那個鮮餅 對... 超好吃 雖然名字叫做蔥抓餅 但是吃的感覺給我一種 新鮮的美食 我覺得它不能叫蔥抓餅 因為蔥抓餅 蔥油餅都有了嘛 對不對 你這沒有抓的感覺 你要叫蔥打餅 蔥打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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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跟人家不一樣 可以嗎 從今天開始 可以... 把牌子換一換 好... 虎熊的想法真不錯 這蔥打餅不但跟一般蔥抓餅 做出區別 也讓大家看見老闆不一樣的做法 而且老闆厲害的 不只是利用木炭來製作 裡面的餡料也是老闆輕力輕微 像是鴨賞及剝皮辣椒口味 都是有別於傳統吃法 讓老外看見台灣不一樣的軟實力